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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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像無意不語喔 剛剛講好像跟我參加 那今天主要是要講佛君 那今天其實我們這些講者 今天也是從迷失小熊過來 因為我們今天早上一起哲會 那迷失小熊的議題其實就是 反破千的議題 就是所有的全台灣 腐爛徵收還有腐爛重劃的 這個土地爭議的議題 那我們希望所有的徵收和重劃 不要是一個產品式的開發概念 除了徵收重劃 那個徵收不外乎就是什麼 特區人區嘛 蓋工業共產 工業人區啦 網路拓關道路啦 或者是什麼 經貿特區啦 做這些做這個公共工程 要來徵收土地 那另外重劃的話 就是我們台中的經濟奇蹟 我們台中是從第一期到第十四期 是全台灣的這個 所謂重劃天堂 從來沒有一個 有這麼多的這個重劃案在台中 那我想很自傲的說 台中是沒有負債 為什麼 那就是因為他這個 靠二重的話 得到太多土地的利益 那這個就不講了 我們今天還是法案說到福郡 那這個福郡的議題 當初會參與 其實也是從大埔的事件 引申過來的 那時候知道說這個福郡 這個道路要被拓關的原因 其實跟大埔很像 大埔大家可能比較了解 也知道說這廟房呢 就剩三點多點而已 他居然還要第三次被徵收 然後為了什麼 就為了一個這個 怎麼忘記 那個什麼 竹南科學的議區 大家知道 那他們這個福郡也是很妙 他們是為了一個 風中工業園區 但是其實風中工業園區 比這個福郡超級怨的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主獎的 在地的這個 應該算奮情 還有在地的傷情 他會跟我們 唉唷 撇下 不好意思 這我家私小孩 然後 不好意思 因為早上大家去小小小 我那邊來不及這樣回家 然後 所以我想我就不多講 我們趕快歡迎我們今天的主獎人 就是我們的破千戶 我都把它形容成 台中的大府彭秀村 我們的林大姐 來 林大姐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受災婦林安瑜 深岡福郡有280年的歷史 我家住福郡堂也有200年了 那最近幾年福郡堂增加了許多維建鐵皮工廠 也多了一條國道4號 每天違規的大型車 沙石車有100多樣以上 十年前 農地一坪5000 三年前一坪1萬5 那現在一坪是4萬 那如果路闊寬 違建工廠就即合法 就變成工業區 一坪變成10萬以上 附近的居民都非常清楚 是官商多捷 為了少數人的利益 土地財團 統一擴犯的都不是機率 我告訴大家一個擴犯路的真正原因 一言 立委 用人活部買了農田 蓋了維建工廠 出租 工廠每天要進出貨 都用貨櫃車 為了土地財團 更為了草地皮 用盡方法 強迫增收 再配合測量人員 在受災婦牆上區的紅區 再來開工聽會 每次議員 區長 里長 動員 開會 只為了一個法律程序 不顧居民的反對 陳勤兩年 跑了各個大小單位 都沒有結果 就開始動工了 下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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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限量 下一項 下一項 這是鄉長羅勇貞向憲政國爭取或環府進入史上的 我們先用那個公司我們的報導來介紹府軍 這樣大家比較最快的了解這個府軍的狀況 我幫我們打廣告一下 他每個禮拜一晚上10點 在一般是三台 其實他是一個對台灣各方面的主地也關心的一個節目 我已經看了十幾年 所以有機會很多啟發是從這個節目開始 這是一般的採訪 我已經看了幾年 你現在看了三台 我現在看了幾年 我們現在看了幾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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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要研究 老台中 面对 我们是 都是合法的 自动自然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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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 主要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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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通通知 2014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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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计者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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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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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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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en 这个是 浸水八分歸私用兩分歸手搬灌蓋油 其實現在想一想就是蠻不合理的 這個也是蠻邪的 我自己讀這個我自己都覺得 汗子太邪了 但是一個越來一個越來 那接下來這張就是 這歌壁換水合約的條文 這個主要就是張達基的那個通識 他其實他並不是他一個人 就是他這個又跟六管業務 就等於是當初的那些公司行號的組織 他們其實都是一個很龐大的組織 來做這個水利的工程 那當然這個到日本日子時期 當然都會被統編做信用組合 我就基本上做一個介紹這樣 簡單的講 他從清朝開始 那就是大家耳熟農曉的 就是這個大家就是來這個湖子郡 一定要看的就是這個大便這樣子 這個水流量分三分 那這一分就是沿到這個我們要爭議的浮駿這樣子 那從這張照片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浮駿的農村的水利病情這樣子 那從這一條就是浮駿 那那個眼睛比較厲害 這個這一張雖然比較看不清楚它的立體感 但是那這一張就剛剛的影片有講說 浮駿是利用這個水利的高低 這邊是屬比較高的地方 那高的地方在這邊的一個區段 就是會灌溉到這邊的水 它在一個地方的時候 它這裡又有暗區 暗區像這個車輪寒洞 這個水利設施就有好幾條 好幾條的分流 這邊分過去然後這邊又分過去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那個水路巨道的分流設計 那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清代的Hunk的結構 所以剛好是在開挖的時候 所以就給它這三百年的歷史都是在這邊 然後最後裡面才又附上這個阿溪混泥土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也是後面就是在俊福宮 就是到最後有這一張是大正八名 就是證明就是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大正八年就是1919年 1919年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 它要接近禁土這個地方 有做一個暗的勾曲 就證明這個浮駿的歷史到日治時期 還有在興建這樣子 繼續拓展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剛剛這些就是講一個 大家就不具比較重要的 大家比較知道重要的這一點 那剛剛就是有講到就是 這些文化資產的前輩啊 就是協力跟指導啊 就是對於這種 因為以一個社區來講 沒有文化資產的基礎 大家是要再做這一塊文字的調查 其實是有相當的難度 尤其像這個廖啟宗老師 他是研究水菌的 他也是我們葫蘆敦導演讀書 這個廖啟宗老師跟孫志明老師 都是我們葫蘆敦導演讀書會的講師 那黃敬生老師他自己是這個 台中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的兼任講師 他的那個專長比較偏在這個 聚落發展這一塊 所以他在做這個文化景觀的 這個景點調查的時候 當然就會你會發現就會 等下你下一張圖就會翻譯 也是有他的那個指導的特性 那這一個是那個我們台中的 也是研究水菌那個神剛的那些文史的一個 文史工作老師陳妍正老師 那另外這個是考古的那個李天德老師 其實就是前前後後真的是很多這些在地 還有住台中的也是非在地的這些 文史老師給了很大的給予一些幫忙跟協助 讓我們在這個下一張就是能夠做出 現在有17個點來做一個調查 這樣就是像李天德老師跟黃敬老師都是親自帶著我們先去示範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是幾個我們比較有這些不俊的成員 就比較年輕的就開始就繼續做這種舔調來訪談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大概就是從這樣1到17個 你會發現像我剛剛講的那個黃敬生老師的專長比較在於聚落這方面 所以它會在這條古郡的這條河流當中 其實你會發現有蠻多的廟 它都會加進去的 這除了它的 因為它是雲科的文化資產聚落這方面的這個專長 所以你會發現它 但是其實你從這些廟後來我們整個看過來 它其實除了這些水利設施之外 還有是靠布椅子 可能這些水利的這些廟 那我這樣子就整理起來這些廟宇 廟宇的部分其實是會發現神鋼古郡有蠻多 蠻多廟宇都是像這樣子 就最早它都還維持這個三立的石頭 就是這時候就是要講說在文化資產這方面 就是因為我其實是研究地方法管這方面 所以在文史這方面我涉獵也是比較短 但是它這樣講這些廟宇的時候 很多的廟宇都是有這個三立石頭的部分 就會變成這個三立石頭的土地公廟 就會變成這個神鋼古郡這個地區的一個很有趣的特色 就像他們現在就算石頭公的廟要蓋新的時候 它其實有蠻多都是保留一個舊的 這個其實都是蠻有的講的 像這個這個也都是土地公也是石頭的樣子 這個如果我們就是再深入涉獵的話 應該會有更多的故事去挖掘這樣子 那像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我自己在猜啦 然後近上有可能是結合社區的人文產地 只在讓它聚落的這個知識 來做一套這個文化景觀的這些文化點這樣子 再讓我們大家一起去做調查 那就是我剛剛講這個策論寒洞 它就是水下來之後一條兩條 然後第三條第四條再沿到另外一邊的水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對大家都是一種 就是對於文化資產 沒有今天的人都是一種學習 那我也是我自己也是覺得就是說 對我當然也是學習但是 就是重點是這些東西就是未來的普及化 就是我們先有做一個文化資產的調查之後 才能夠讓在地居民真的有一個感情的連結這樣子 看這就像你看剛剛講的這個石頭又出現了 到就是反正就這樣歸類大概就是土地公廟 然後土地公廟的石頭 然後還有這些水利設施 還有你剛剛看到意想不到的一些 一些這種像這個齊柏映的空廟地 就是你很難想像真的是沈嘎胡郡 欸竟然有這種這種這種 這樣東西感覺就很很真的很有農村味耶 就這樣林林總統十八個點 當然在探索十八個點的過程當中 又會發現新的點 那像壁如就說要不要再放兩個點上去 那我就說我們還是按照當初那個黃青森老師十八個點 那大家有興趣之後可以再跟壁如田做總是要隱藏一些嘛 很長版的景點 那接下來我講一些那個就是 這基本上就是這些老師在圖導我們去找 找這些文化資產製作的過程當中 那希望就是比較有系統的整理之後 然後再把它做成那個電子檔 再給大家一個知識 然後變成一個敵人這樣子 那我再來接下來要講的就是那個 有關於水浚案例的這種分享 希望能夠做這個就是 能對古浚本身不論是基礎還是大家都有一個思考的方向 那我們社照界常常都會拿那個這個日本古川町的案例來分享 那古川町它它是一條河流 那因為它是在擔心這個河太張 然後就開始用鯉魚 就是在這河流種鯉魚來做一個環境的檢測這樣 就是鯉魚活著就是代表這個水質是OK的 因為這個環境改善的成功 這個社照的成功開始 他們有九場改建 就採取這個傳統的方式來建造 那繼續延伸出他們的木匠博物館 那為了要將那個當地的伐木產業的特色 還有太古紀的無形文化財 那繼續延伸繼續成長到農業特色的鄉土民意館 就是在這種文化之產社區營造的過程當中 慢慢一個一個的開始他們有了自己的博物館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危機就是1994年的時候 因為反正發展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這些外地的業主就為了想要賺錢 就會在這邊蓋旅館 然後破壞這個都市景觀 那有時候危機真的就是一種轉機 那當地居民有了這些都是說 算是一個社區營造的基礎 然後就會經過一年的討論 訂定出這個相關的景觀協定以及條例 對於新的建物予以規範 日本他們在地方的法令有這一條 就是他們有辦法去做一個地方自治的法令這樣子 那對於這個思考的方面 就會回到地方資源以及地方危機這兩個關鍵字 就是地方資源就是像我們 為什麼要做這個文化資產的調查 就是像我們如果真的就是像福俊是大家的共同記憶 但是對當地人是共同記憶來說 但是如果消失了 他會這個福俊要是消失的話 對當地人來講 他的感覺是很失落的還是可有可無的 那所以我們在做文化資產的認定 在做文化資產的價值的時候 然後再去做這些調查的時候 就是增加這些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讓這些在地居民真的就是知道 我有什麼 就是不要說別人有的我都沒有 其實自己身邊是有很多東西的 那像北海道的小尊運 這個也是 就是這個運河也是 剛初1973年在北海道這個小尊 他們是主要是因為煤炭而做 而發展了一個很大的運河 那也因為運河使用久了泥沙濾 那那開始就是接著就是一連段的都市改造 那這個運河改造的時候 也是要把這個運河拆掉蓋一條馬路 那開始在拆到這個 木古石造的這個倉庫去 要除掉的時候 那也是同樣這個危機 當地居民就有了一些想法 就覺得真的一定要 一定是政府要這樣子嗎 那就是回到這個思考的問題就是在於 地方記憶的存留的對錯 以及利益的探討 那再來要講回到國內就是講 這個台東池上的福郡 那其實它跟那個我們台中這個福郡 其實是情況是雷同的 就是同樣都是福郡 那同樣都是在國民政府後都變成R西造的 那但是它在2004年早就已經登陸歷史建築 到前幾年把後面的這個資訊就登陸成一個文化景觀 那你看看人家台東縣政府是怎麼做的 那同樣都是都是同樣的情況 那我們台中的福郡 為什麼他們剛剛看到影片在講的 為什麼說它就是只有30幾年的歷史呢 就是讓大家思考一個就是不一樣的政府的就是不一樣的思維 那再來講一個我在高雄的經驗 這也是關於淨水庫就是這個叫 其三年就是上水道就是自來水的系統 這是日志時期的自來水系統 那這個經驗庫當初也是要被拆掉 要改做這個社會福利館 那也是在當地一些應該需要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這些文實工作者的極力搶救之下 才變更設計讓這個社會福利館跟這個進水庫 那後面的那個上水道才保留起來 那我這邊要再補充的就是 其三這個地方是高雄 其三光是它市區裡面的那個密度就 那個古蹟的密度算是高雄數一數二的 那它是從1994年就開始有文實運動 那也是當初一些美術老師啊 然後文實工作者開始有這個動力 就是他們其實就是這種這種文實運動是一波接一波 因為大家做久了都是會累的就是一波換一波 一波換一波但是其實他們是有傳承下來的 就是這些文實工作了幾年之後 保留了哪一些地方保留哪一些地方 那造就了但是我覺得當地的學者也是很重要 因為在其三這個比較偏鄉的地方 那到高雄市其實要四五十分鐘嘛 比較偏鄉它算是那個奇美酒鄉鎮的一個一個門戶 那比較偏鄉的地方它能夠 它一起也是取山距離的地方 就保留很多知識的東西 那再加上當地的偶良所 實踐大學跟河村技術學院就是有了學者加持在這邊做研究 就自然而然當然就會留下比較多 學者會發對這些建築會做一些研究發聲 那它當然就會留下比較多 所以這也是我剛剛這些案例當中在講的這些協力夥伴 就是像黃慶生老師這些真的幫助 對這個自救會的幫助是真的是蠻大的 只是他沒有辦法像這些學者 那個真的是真的是就待在這邊坐下來 像這些學者就是把這個當成他的研究在做 當作論文在發表這樣子 那也是這個文字幫我剛剛有講的 現階段就是希望能夠繼續整理 然後把這些電子化 希望當然就是有個公開的平台來做分享 那也是希望能做這個保安職業 最好就是能夠影響在地居民 因為在地居民真的是 是胡聚這個地方最重要的資產 那再來就是自救會的問題就是 也是回到這個冷的問題 就是我剛剛的案例 案例就是還是會套回到色灶這個灶人的問題這樣 真的是讓大家思考一下 那最後最後這個再讓那個 譬如還是大姐再講一下 全國不認證說 然後就很多 然後神鋼就是其中的一個 附近破關工程四個切入點 第一個就是道路工程與文化資產 破關道路是屬於什麼道路網的一環 第二點就是道路工程如果根本不是道路我們的一環 只是一般地方小型工程 那麼該工程設計裡既有灌牌系統如何併存 第三就是地方發展不應該只談道路 更應該談農地和用工廠和氣合同 誰在保護神鋼福峻 所護福峻行動聯盟 是由很多個人與公民團體組合而成 包含本地的基民組成的社團 還有社運 傳保 文資 學生社團 複數團體 公益律師與記者 就是很多關心附近的朋友 共同的目標才相互認識的 大家彼此整合 互相支援在各自的專業上努力 就很多關心的朋友 好的 大家謝謝大家 好像有點堅設 剛剛說不要以金句點 沒有 然後剛剛這個喬凱他講了個金 我現在來講個點 剛剛有問說佳安浮郡的狀況 其實浮郡是我希望把明星小熊 引來台中第一個點 那可是 去了三四趟 找到幾個地主 地主都是用那種思維 就是剛剛講的 因為佳安那邊的農地都種滿了 許許多多的違章工廠 所以他會覺得 祖國美這些 就應該是用 租給工廠的價格 來跟我們談 而不是租給一般 跟做農田的 農用的價格 所以那時候 談到後來覺得 心情很不爽 覺得說 為什麼是要鬼啊 所以談不論 就算了 那個理名 理長或者是議員 在那個地方 是違章工廠幕後的股東 講拜的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要他們的利益 他們要這條路拓寬 這樣他自己的工廠 才有路可以走 其實這條路 六米寬 然後它是什麼 它是所謂的 這個地方其實比正品還要好 為什麼 因為它是特定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在提振條例 是說不得徵收的 但是在多次黑箱的這個 工廠會說明會之後 也徵收了 也已經徵收了 基本上 後來我們剛剛有提到 已經有提訴訟 那都是已經徵收之後才要撤銷 這個違法徵收的這個訴訟 那當然文資真的是 這個浮爛徵收的一線生機 提了文資審查之後 他們停工了 那目前也與包商 因為之前的那個激烈的肢體抗陣 雙方互告 目前訴訟也還在進行當中 我講的是情勢告訴的部分 那包商目前是解約了 因為已經從7月份抗爭 一直到12月 已經超過了他們這個動工的時間 所以就解約 那目前也剛好因為有新的市政團隊 所以努力的在遊說當中 是希望說 就不動工了 但是 誰很希望繼續動工 藝人 沒錯 所以今天 23號123是開議的 開議是今天 羅爾珍馬上提出了一個議案 他要把 他這條路不行有辦法動 可是我也知道通常這麼多 你總要勿意這些違章工廠 想一些 就地合法的路 所以他往 西邊 不是你的家類的理嗎 不是 中中你 不是你的家 他往西邊 有三個理 那三個理 一樣是特定農業區 他直接就提案說 要把那邊 變成工業區 他說我們必須要幫這些違章工廠解套 其實是怎樣 一樣 我不知道今天後來議會討論的情況是怎麼樣 不過是有幾位民進黨的議員 是很積極的希望能夠擋掉 那也這麼期待 只要議會 這些 這些地方的這個 官商勾結的這些議員 沒有提案過關 基本上我是覺得這個案子 希望就是這樣子 平平擺在這邊 那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剛剛其實我剛剛講的是六米寬的路 它其實是農路耶 因為它是特別農業區的 那農路剛剛大家有看到圖片 限速多少 40 40 40 根本就是慢車走的路嘛 怎麼會有這樣子沙石車也跑進去 然後一大堆卡車每10秒鐘一台 非常恐怖 大家有時間真的去看看 那裡有多神奇你知道嗎 因為前面前面那一段其實就是我們本來希望民視小熊可以到那邊 前面那一段因為一開始已經有動工 然後 欸 艾莉喔 又去那邊擋那個挖圖機 好 剛剛螢幕裡面的 它現在也有出現 艾莉再搶一下 我們這個 忽畜女英雄 忽畜女英雄 然後 那時候就成功 你看到大法 抬去醫院 抬去醫院 然後 然後 所以 這個案子 這樣打到我的槍 我好幾乎要講什麼 結果這個案子後來喔 一直到 呃 7月8日抗爭 然後一直停工 欸可不可以把那隻小孩拖出去啊 然後 然後 這個多神奇你知道嗎 連我兒子都很喜歡去 尤其是 我們那個大傑他們家 他們大傑 大傑他們家其實是 八十年歷史的老宅 那個老 剛剛看到那個三年院 然後 前面已經剛剛講有一點動工道 所以他把那個圖就堆在那個 呃 剛剛講的那個水泉的旁邊 然後我們就去考古欸 欸這個歪一歪就有那個什麼 黑桃時期的桃圖 桃片出現 哇真的是很神奇 這裡 然後我們到 嗯 欸那是莊北 北莊里 北莊里 北莊里也是啊 我們也是 田裡面這樣子 吐吐欸 欸居然還有原點的 這個 桃片 瓦片 甚至於這個 呃 石器 被 只是當然他可能是碎裂的 因為 長期被忽視 那這也是我們覺得 我們 台灣 很悲哀的地方 我們就讓他這些 遺跡喔 就這麼消失在 我們的 土地上 然後不斷的開發 不斷的 呃 一堆的污染啊 違章工廠啊 然後 明明特地農業區 那個 浸水裡面 居然是 紫色 紅色 喔 常常是不同的顏色 就是很 很讓我們失望的地方 那我們 時間的關係啊 我們就 也是請大家 能夠有一些雙向互動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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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什麼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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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